宇宙浩瀚广阔,深处存在着无数的星球和秘密 对于人类来说,在历史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过程中 对外太空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 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出现,人类开始逐步探索遥远宇宙的深处 就算是几十光年、几百光年外的一些天体也可以顺利观测到 本期科普库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的天眼望远镜 当初最先开启这种真诚的是美国 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在1963年就已经建造了阿雷西伯望远镜 顺利开启了探索宇宙的生活 但是2020年12月,阿雷西伯望远镜因事故原因倒塌,正式结束时代使命 虽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步时间稍微有一些晚 但是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早在2016年,中国的天文学家南仁东带领数千名出色的科研人员 耗费22年的时间,投资将近12亿人民币 终于研发出巨大的望远镜 该望远镜就是位于贵州省平唐县的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也被称为观测宇宙的眼镜 据了解,该望远镜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一大突破 获得了很多外国科学家的一致认可 也让对方羡慕不已 而且,从数据显示来看 这个超级望远镜的面积非常庞大 直径大约是500多米 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且,早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见到的阿雷西伯望远镜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该望远镜完全出自于我国科学家之手 属于自主创新的设计 从研发到制造全部是由我国独立完成 所以,该望远镜的出现 绝对可以推动我国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 也奠定了中国天眼在国际上的位置 尽管科技的进步有利于我们探索宇宙 了解更多未知的秘密 但是,著名的天文学家霍金在生前曾经发表演讲 表示不建议中国人修建天眼 当时还曾经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大家都觉得天眼的存在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对宇宙的探索 可以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霍金却表示 天眼的存在很有可能在未来会给人类招致横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悉,霍金之所以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主要是人类的求知欲确实太强 原本就对宇宙就各种各样的向往 一旦有了这样的发明和助力 人类肯定会积极探索 甚至盲目地去寻找外星文明 有可能会因此暴露地球的坐标位置 假如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比人类文明更强大的种族 那无疑会给人类的发展和进步造成巨大的打击 而且人类将会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说 霍金这方面的担心很有可能是启人忧天 因为天眼从2016年建成启用到现在 已经运行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而且在这期间天眼确实有很多重大发现 倘若在未来的某一天天眼发现的是同等文明 那我们很多技术将会迎来质的飞跃和进步 也正是因为有天眼的存在 人类才可以提前知晓一些有可能到来的危险 及早做好预防措施 保证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天眼修建完成正式投入使用之后 曾经收到很多来自遥远太空的微弱信号 那时候曾经有人怀疑过这些信号是外星人发出的 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信号来自于一颗麦芯 在天眼使用的五年时间里 中国天眼一共发现300多颗麦芯 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发现的脉冲芯 就连外国的科学家也都对这一发现赞不绝口 还说目前的中国天眼科技已经领先世界20年 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来看 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 中国天眼发现的脉冲芯数量还有可能会超过1000颗 到那个时候 没准真会发现外星文明 以及第二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虽然关于中国天眼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但是自从美国天眼坍塌之后 全世界只剩下中国这一只天眼 可以对外太空有更精确的探索 但是我国并没有因此独立霸占该天眼 而是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 只要申请通过就可以使用中国天眼 这种做法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也证明了我国对现在的科学发展节奏 把控非常到位 这一做法既可以彰显国力 又可以表明中国科学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毕竟现在的国际形势严峻 国际科学合作同样面临着挑战 所以在未来探索未知太空的道路上 中国需要跟其他国家合作 单打斗斗根本没办法获得全面结果 不管怎么说 既然中国已经拥有天眼技术 也对全世界开放了天眼 未来肯定能够充分发挥天眼的价值 进一步推动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 看到我国科学技术进步速度如此之快 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骄傲自豪呢 好了 本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观看更多科普视频 记得关注科普库